磁浮磁区一起发生是什么? 其实是磁烂浮火车 磁浮磁区一起发生是什么? 其实是磁烂浮火车 现在第一次在黑胶塞用盘使用 大家会听到其他厂已经在做磁浮的组成 很久了 磁区甚至高级的 它是将两个飞轮隔开了 用磁力去带动另一组 去磁区它带动 但是大家面前这个盘 它最创新或者从来未发生过的事 都是那句 磁浮磁区是同一件事 即是说它将旧时的组成 或者所有磁区 它一定要出去找定那些机械的东西 全部拿走 除了没有了组成 或者其他稳定系统的摩擦力 机械的摩擦力之外 这个盘和我们过往任何唱盘都很不同 它没有一个传统的扭力转换摩打 至于什么叫扭力转换摩打 大家可以上去网上wikimedia自己查 虽然那篇文章里面都有提到少少 没有了摩打之后 没有了扭力转换摩打之后 那个效果是怎样 又是少了很多噪音 少了很多震荡 即使你告诉我 你的摩打是套开 用一条线拉到九丈那么远 但是震荡依然会存在 你用一条线拉到那条线 都可以传到震荡 但是这个盘是没有的 所以既然没有摩擦 力产生的noise 亦都没有摩打产生的震荡 有什么那么重要呢 所有摩擦都会产生雜信 我们说的噪音 那支唱针一定一定会拿到 你想想在黑胶盘上面 唱片文里面那些那么微细的震荡 它都可以刮到出来 音乐让我们听到 何况你不停在摩擦 33有三分一 45转不停在转 不停在摩擦 那些雜信是一定可以配合到的 那些其实是什么呢 有了很久的了 科学家都知道的 那些就是叫做 Subsonic 你叫它做次声波 或者次噪音 或者亚声波都不重要 总之那些是一些噪音 很久之前呢 可能机械和所有的东西 都没做得那么好 那些唱本呢 就一定要加一个 Subsonic Filter 加了之后呢 就是将20周 以下的噪音 最影响重播的噪音 拿走了它 其实是隔了它 但是如果音乐上 真的可以配合到的东西 人以感受到的东西 科学常常都听不到 但是那些里面的音乐信息 其实都已经流离了 那你说这个是什么突破 一点都不简单的 它应该背后有一个很复杂的 程式计算 不过那些不是我们 end user 玩家 消费者需要知道的事 我们只需要知道一件事 就是它将那些噪音 拿走了 那我刚才说 现在的那些组成 机械 那些物料的摩擦力 已经可以降到很低 很低 所以不需要有Subsonic Filter 但是很低不代表没有 依然存在的 那存在的影响是什么呢 以前我们完全不会知道 因为我们没办法拿走它 但是现在这个唱本可以帮我们 拿走那些过往 你用任何物料 怎样厉害的组成 你的打磨功夫 怎样好都拿不走的摩擦力 都拿了 现在这个唱本 只剩下两种摩擦力 第一种必须有的摩擦力 就是唱针和唱片的坑纹 如果没有摩擦力 我们就听不到音 因为它刮不到声 出来给我们听 第二种 是拿不走的摩擦力 就是用空气的摩擦力 除非我们在真空里面 不过真空我们又听不到声 除非用耳痛 那究竟说了这么多 它没有摩擦 它没有了那种Subsonic的底槽之后 有什么好处 有什么特别 我们用它最基本的消费 盘备头加上原厂的 一个Octofine 几百元的mm唱头 你去听 你听到的声 是你以前应该没听过的 听一些本地流行的很旧的黑胶唱片 那种悦耳程度 是之前没有的 那我们今次主走 四位笔者 除了听它最基本的 二万五千多元的消费之外 我们换了一个 Soundsmith的动铁唱头 九千多元 那即是说 整个盘备头的消费 去到三万多元 三万多元 我肯定 和教委你没听过这种声音 它不是天下无敌 但是它拿走了底槽之后的效果 是你以前不会听过的 就算我们试过这么多唱盘 这么多年来试过 不同教委级的黑胶唱盘 这个对我们来说 都是一个全新的经验 我们有四位笔者 包括小弟 都会在我们今期 HifoM1的主走里面 去说我们听到的什么 感受到的是什么 但是我会很相信 大家一定要亲身去感受 才会知道这种非不默 能够完全形容 当然 事先你们可以看一下 Hifo音响里面 我们每个人 怎样去形容 我们听到的事 但是耳听 你自己的耳朵听到 作实 这个是最重要的 在这个前所未有的 持佛持区唱盘身上 除了我们感受到 经验到一种 以前未听过 这么宁静 抵操的黑胶声之外 还学到一样 我们以前没有学过的东西 因为以前的所有黑胶唱盘 都会有支持 很稳定 所以那张黑胶唱盘的 轻重厚薄 不平均 我们是不察觉的 最多就是看到 黑胶唱片 是不是炒鱿鱼 弯了 看到一支鼻 好像在那坐过山车 就是这样 但是 因为这是一个持佛的唱盘 所以 我们终于学到一样 有些黑胶唱片 是厚薄不平均 重量不平均 所以大家会看到 那个唱盘在那里 动下动下 初头 厂对我说这件事 代理和我说这件事 我都有些疑惑 会想 你是否在骗我呢 我真的觉得它 可能是在骗我 但是当我自己 亲手去玩这个唱盘的时候 我用很多不同的黑胶唱片 由2004g 最薄的 到180g 我都试过 就发觉即使是重 应该它惯性最好的 180g的唱片 都有一些唱片 是令到它起伏 但是有一些唱片 可以摆出来定到 跟旧时传统有俗成的唱盘是一样 可以转得好平好定 在这个这样的 比较不同厚薄的唱片 不同重量的唱片 放在同一个唱盘身上 而有不同的反应 我没办法不相信 唱片的厚薄 真的有很大影响